跟你在一起这么久 我觉得你心都不在我这儿 你知道我有多难过吗 根本就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每天想这么多 到底累不累 我不是平白无故跟你闹 你好好想想吧 我还是心里有别人 还会在你身边吗 到底有没有 你自己心里清楚 又是信任危机啊 小情侣之间遇到了怎样的困惑呢 来掌声有请两位 有请 男嘉宾小潇二十七岁 来自湖北 是一名婚礼主持 有请 女嘉宾小黄二十二岁 同样来自湖北 是一名化妆师 欢迎你 欢迎你们 这女孩子一直在问啊 你到底有没有别人 有没有 当然没有啊 我们不知道 这女孩的女孩 这女孩的女孩 可是最变道 我也在第一次 找出给她 有一个女孩 你找到她 那你帮她 寻找吧 就是 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不愉快地来这儿了 可是后来相处久了我发现 当初我觉得我就是当初追她的时候 对她太好了 把她给宠坏了 所以我觉得她现在对我一点都不在乎 我觉得我对你挺好的 没有什么不在乎的 那你说说你对我怎么好了 我每天下班还抽时间陪你逛街 吃饭看电影 难道这样就不够吗 你觉得这些够吗 你有真正关心过我吗 你每天除了打游戏就是游戏 一打游戏就完全忘了吃饭忘了喝水 每次你一打游戏 我就给你送吃的送喝的 送过来之后你就只顾自己吃喝 完全也不关心我的生活 但是我打游戏就一个小时来左右 也不是每一天都打 但是她就像 左一个电话又一个电话 不停地打电话给我 然后信息完全就是不停知道吗 然后信息的内容前面是抱怨我什么 不出去陪她 不陪她逛街 不陪她吃饭 结果后面的信息很莫名其妙 知道吗 突然就跟我陪 对不起啊 我打扰你之类的话语 可是我当时就是 就是特别生气 所以才跟她发短信 问她到底在干嘛 但是她又很久没有回复我信息 我怕她生气 所以我就跟她道歉 我要不是喜欢你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我也知道你是在乎我 我每一次回家都会给她发信息 说我已经到家了 然后跟她报一个平安嘛 但是有一次 我跟朋友一起出去玩 然后恰巧那一次 我手机是没电了 确实是真的没电了 她就像发了疯一样的 跟我身边 所有的好朋友打电话 这样让我很尴尬知道吗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